大家好,我是精神管理师李小 我们整个颈尖区域都是连接脏腑还有头部的唯一的通道 是血液循环的一个十字路口 也是沟通身体内部和外部的窗口 越是在这种枢纽的部位 其实就越容易发现淤堵 并且堆积毒素形成一种板结的状态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后背正在变厚 富轨包鼓起 并且转个头就会听到嘎嘣响 伸个懒腰就会有种拉扯的酸痛感 轻轻揉捏一下就酸痛感非常明显 长期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所以赶紧给我们的肩颈松松吐吧 一旦这里被疏通开了 那就是打通了身体的阳气发电站 可以振奋一身的阳气 调动调节全身的气血 之前我们已经学过很多种颈椎锻炼的动作了 但是今天李老师要教你一个你没学过 但是你一定见过的动作 我们都看过新疆的舞蹈 他们的特点就是会动脖子 那您知道吗 这个动脖子的动作 它可以让我们整个的颈尖都给活起来 很多人觉得这个动作很难学 但其实并不难 大家跟着李老师的步骤来试一试 首先放松你的脖子 做一做头部的运动 可以低头左右转头 往后仰头 找一找这种扭脖子的感觉 脖子放松之后 把你的下巴收回来 双肩下垂 先找到这种脖颈的意识 感受到你脖子的存在 然后用后脑勺这里去感觉一下 有时候你能够听到这个骨头动的声音 活动一下这个颈椎 好 接下来第三步 左右转动你的眼珠 头不动 肩膀也不动 眼球左右转 向左向右去看 就是你的眼睛向左右两侧来回的平移 然后我们就开始 这个跟着你的眼珠子的方向 你的眼珠往哪个方向看 用你的下巴就努力的凑过去 你看我往左看 我用下巴努力的凑过去 再往右看 我再用下巴努力的凑过去 一左一右 这样努力的向两侧去看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不是让你左右转头去看 而是像听旁边人的悄悄话一样 用你的耳朵去贴近旁人 这样是不是你的脖子就移动过去了 我们不要求你像 跳舞的舞蹈演员那样 眼神要非常的灵动 非常的好看 有神啊 我们只要让你的眼球 它的运动啊 起到一个对脖子的引导作用就可以了 大家千万不要做成左右扭头去看 这样就锻炼不到了 当你学会了这个动脖子之后 你的眼睛眼球只向前方去看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如果说这样子 你还是找不到感觉的话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 大家可以站立在一面墙壁的旁边 用你的侧面去贴着墙 然后让身体的一个侧面 贴着墙完全跟这个墙壁相贴合 尽量让你的腿脚啊 胳膊肩膀努力的都靠在这个墙上 之后让你的脸向这个墙上靠 一 二 三 大家注意是脸往墙上靠 不是鼻子往墙上靠 是脸啊 脸啊 脸和耳朵往墙上去靠 重复20次 然后我们换另一侧 这个幅度也不用太大 我们在左右运动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脖颈两侧的这个肌肉 到肩膀的这个肌肉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斜方肌 有非常明显的牵拉或者疼痛感 特别是我们平时某一侧 用的比较多的这个肩膀 比如说您习惯用你的右手去提重物啊 右手去干活 那您可能右边的斜方肌会感觉到 酸痛感非常明显 当您把脖子往左侧移的时候 那右侧呢就有非常明显的疼痛感 只要这个疼痛感出现了 稍微的有点重 但是您可以忍受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求您把这个脖子 左右摆动的幅度特别的大 上面讲的这个方法 都是为了不让肩膀有移动 所以大家看哪一个能够让你 做成这个动作就用哪一个 然后你要注意啊 这个头不要摆动 也不要这样左右摇头 下颌始终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左右移动的 最后呢也是最主要的一步啊 就是你的头颈要用力的 往左往右慢慢的移动 然后这个速度由慢到快的去练习 概括来说就是头和肩膀不动 只有脖子在左右的移动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可以增加这个肌肉韧带的弹性 它的效果非常好 尤其是我们斜方肌这个部位 我自己啊是觉得动了动脖子之后呢 感觉这个颈椎的两侧都很轻松 这是一个很有趣 而且有效果的一个锻炼方法 那大家如果喜欢跳舞的话 您不妨也去学一学新疆舞 又能够满足跳舞的爱好 又能够锻炼您的颈椎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甩手的动作 叫做八次甩手弓 帮你甩走腰酸背痛 甩通手上的筋过 改善手麻的问题 下面大家来跟我学习一下八次甩手弓 首先准备动作站立 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 脚尖朝前 站的时候呢 十个脚趾头尽量的往地面抓 食指抓地 脚跟要站稳 膝盖微微的弯曲 膝盖放松 不要绷得太紧 接下来我们腰部放松 先从自己的右手开始学习 右手甩出一个大写的八字 先写一撇 好 然后回来 手掌翻一下 从上而下 回来写了这一那儿 一撇一那儿 一撇一那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换练去左手 左手向前向后 向前向后 双手都是向前的时候 掌心朝下 回后面的时候 掌心朝上 好 前后 前后 甩的时候呢 把你的关节尽量的打开 手臂能甩多大 那我们练习熟练之后呢 还可以双手同时做 好 来大家看 前 后 前 后 双手同时甩开 同时我们要配合 小腹微收 提纲 牙齿轻轻的咬紧 舌底上饿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大家可以连续甩手 五十到一百次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 甩手的时候 您会慢慢的感觉到 自己整个上半身 发热 慢慢的出汗 后背的气血 非常的畅通 非常的舒服 那么我们的肩膀啊 颈椎啊 也得到了放松 大家都听过 腰肌老笋 那您听过颈肌老笋吗 五十岁的张阿姨 最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两个月前 她的脖子肩膀特别僵硬疼痛 连带着头也觉得痛 医生告诉她 这是因为她长期坐着不动 并且姿势不到 造成颈椎周围十几条 仙气的肌肉疲劳紧张 发生了老损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 颈椎病的初级阶段 那医生告诉她呢 必须要自己加强锻炼 张阿姨就想到 她收藏过一个 我两年前分享的锻炼方法 当初收藏是因为觉得有趣 没想到现在竟然能用上了 就跟着做了一个月 前两天跟我说 颈椎腰椎现在是都不痛了 真的太轻松了 今天呢 我把这个有趣又好用的方法 再跟大家分享一遍 脖子痛的 你学会它 真的是太有用了 这个动作有个非常有趣的名字 叫做十点十分去看戏 它是由两个动作组成的 分别是十点十分和去看戏 那他们分别怎么做呢 先来说十点十分这个动作 站立 双脚可以微微的打开 双臂向身体两侧伸开 与地面平行 这时候呢 类似于九点一刻的时候 时针和分针的位置 就是九点十五分 然后双臂同时抬高 抬到十点十分的位置 大约就是你的手臂抬高 三十度到四十度左右 也不用抬得太高 十点十分的位置刚刚好 停留五秒钟以上 然后再回落到九点一刻的位置 您可以多停留一会儿 重复这个动作 最好每次能够达到重复一百次 早晚可以各做一次 就是一天呢 两百次 上午一百次 下午一百次 这个动作 大家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他并没有锻炼到脖子呀 其实呢 处处都在锻炼您颈椎 还有它周围的肌肉 手臂抬高的时候 用力的就是肩膀和脖子 两侧的肌肉的力量 这样呢 通过收缩和牵拉 让肌肉不断的在一张一尺 还有一松一紧之间 就能够得到锻炼和调养 刚开始你会觉得 做一百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一定要去坚持做 做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这个 颈椎还有肩膀 猛的一松 舒服的不得了 要注意呀 我们在抬起手臂的时候 手臂一定要放在身体的两侧 不要往前抬 把手臂尽量的展开 手臂向上举的时候 尽量坚持到每次五秒钟以上 而且呢 不要仰头 也不要低头 双眼平视前方 你越做越会发现 这个简单的小动作 看上去很轻松 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累 尤其是你的颈椎部位 这个肌肉 坐一会儿啊 头上就发汗了 那么去看戏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双手 放在背后 然后踮起脚尖 伸长脖子 抬起下巴 就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 越过茫茫的人群 抬起头 去看大戏一样 好 看一下后面的动作 把自己的双手啊 尽量的向后抬 踮起脚尖 抬起脚尖 抬头 看戏 保持这个动作五秒钟以上 放松 再重复做 踮脚的时候 尽量要站得稳稳当当的 如果站不稳 咱们可以先用一只手 去扶着墙壁 好 重复我们这个去看戏的动作 也是一百次 这样做呢 可以让我们的后肩部 上肘 颈部 以及我们的脚部 小腿的肌肉 统统得到锻炼 也是提升肾气 通筋落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当您觉得脖子累了 酸痛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看 跟着做一做 说不定就帮您解决了大问题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